然後那時候很慘 就是那個時候 一個月 有一萬塊嗎 反正就沒什麼錢 就是完全都沒收入 所以那個時候 真的沒辦法 就是還是有去 拿一點工 實心的工作 就是先讓自己度過 然後那時候 因為已經沒有回頭路了嘛 因為公務員已經辭掉了 所以我就跟自己說 好不管怎樣 就是一定要把它做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 我是那個時候 開始經營這個 社群帳號的 然後那時候也是 完全不會做 嗨 歡迎收聽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這是一個 集結女力和 支持女力夢想的 訪談頻道 我是節目的主持人 薰熙 歡迎來到 每週三的 女力專訪時間 今天邀請來的來賓呢 我很久之前 就聽過她的生命故事了 我在她身上 看見了很多 女生都會經歷過的 掙扎還有困境 就是身材上的不滿意 很多人呢 都會希望自己是 苗條的線條好看的 那今天這位來賓呢 也不例外 她在過去啊 尝试了超級多 五花八門的 減肥啊 減脂方法 結果反而把身體 搞得很壞很糟 到後來呢 她在某個 姻緣際會下 接觸到了健身 發現了另一個新世界 以及另外一種 美的可能 在成功透過健身 活出嶄新的人生之後 她也毅然決然離開了 提供她穩定收入的 公務員 出來獨立門戶 成為了一名 線上自由健身教練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把困境化為 新生命的女力代表 健身女孩 Wendy Hello 大家好 我是Wendy教練 Hi Wendy 今天真的超開心 可以邀請Wendy 來我們女力新生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在什麼樣的契機 開始展開健身之路的呢 好 其實我會接觸到健身 其實有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我的雙腳膝蓋 在我23歲那一年 就是不明原因的骨头壞死 哦 對 所以那時候我 坐輪椅滿長一段時間 應該有長達兩年左右 完全不能走 嗯 對 完全不行 天啊 然後那時候去醫院 我做了非常多的檢查 但是因為我太年輕 所以大部分醫生都會覺得 哦 你這個可能就是 運動傷害或是 什麼韌帶受傷 發炎等等的 就說 哦 就休息就好了 但是因為後來開始 你就會發現 欸 慢慢不能走 然後會很痛 然後後來就開始坐輪椅 那當你真的坐著輪椅 推進去的時候 醫生就開始有意識到說 欸 它這個好像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樣 然後我就開始做了很多不同的檢查 然後就發現我是 呃 骨骨头缺血心壞死 嗯 對 就是比較少見 哇 對 比較少見 那因為那個狀況下 我後來才可以接觸到健身 因為我其實運氣也算不錯 除了因為大部分的人遇到這個疾病 大部分都是 可能就是要換人工關節 哦 對 大部分 但是因為那時候 嗯 我看了很多醫生 那後來找到一個台大醫生 就是呃 他有讓我吃一些藥 然後用很多方式去嘗試 所以後來其實我是 呃 不需要去換人工關節的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 呃 雖然說你在片子上 你的骨頭已經長回來了 可是你的功能其實已經完全喪失了 蛤 對 就是你知道片子 你的骨頭是正常 但是我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辦法 呃 蹲或者是 蹲 蹲下來上廁所是完全沒辦法 然後像是要上下樓梯 其實是完全沒辦法的 醫生可能他的目的就是 让你片子上你是正常的 但是後續的功能的部分 可能就比較不是 医生这一塊的 嗯 對 那因為這個原因 我才開始去接觸到健身 嗯 就在想說 诶 我是不是 肌肉力量不夠 或者是 應該是說我那時候嘗試了非常多方式 都沒什麼效 但那個時候健身風景其實是並不順行的 嗯 沒有很流行 大概幾年前 欸 我現在35還36 那是23 應該是 十幾年了吧 十幾 對啊 十幾年前 那時候 那時候健身沒有很流行 嗯 真的 對 對 那時候其實沒有到現在 大家對於這個 健身這件事情有這麼的熱衷 嗯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去接觸健身 那剛開始我做的東西也不是 大家現在想像的很多大重量 就是比較功能性的東西 但是 我就這樣子慢慢練練練 到後來我發現 诶 我的功能開始慢慢恢復正常 哇 對 大概練多久 我覺得我這樣子沒有停 大概 有三年 三年到四年 但是 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種 可能像我們現在是背杠身 都或是什麼的 嗯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連基本的蹲 都做不到 嗯 然後我出去一定要帶拐杖 或者是我要先google查一下 等一下到這個地方 大概會多遠 哦 如果太遠的話 我就會走不動 就我之後一定要需要坐下來休息 天啊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很少外出 嗯 對 然後因為這樣 我接觸到健身之後 真的 讓我恢復正常的生活品質 嗯 我就真的覺得天啊 健身這件事情真的 就是 amazing 所以你現在是完全正常了嗎 嗯 其實我在去年的時候 有在復發 嗯 但是因為 嗯 我以前 呃 可能有生過這個病 所以我對這個敏感度很高 嗯 所以其實 雖然說去年又發了 可是 我蠻快就是找一身外加 因為我現在自己是教練嘛 嗯 所以我會知道我要怎麼樣在 呃 這個地方受傷的狀況下去 尽可能的維持它的功能 嗯 所以其實如果我沒有特別講 其實大部分人 這一次應該是不會 就是不會知道說 哦 我有這個狀況 嗯 剛剛聽到了 你展開健身之路的契機 那你覺得健身之路 它除了是讓你在病痛上有緩解之外 有沒有為你的生命其他層面帶來一些轉變 當然第二個部分就是 嗯 容貌的部分啦 哦 因為大部分女生都很愛漂亮嘛 所以我以前也是 就是 呃 以前就是 覺得一定就是要超級瘦 然後以前我都會拿那個手啊 去量那個自己的腿 就是看 欸有沒有就是在一個圈圈裡面 還是說 欸現在 這圈圈已經黏不起來了 嗯 就是減肥 對以前我也是減到蠻疯狂的 嗯 現在都不知道以前怎麼可以吃那麼少 就是以前我基本上是完全不放澱粉 哦 哇哦 完全 而且又是摩羯座嘛 所以我毅力堅強 真的 我那時候是 嗯 完全不吃澱粉 嗯 然後 也 全部都是水煮 嗯 全部都是水煮 很厲害 對 然後我這樣子應該有長達一年吧 嗯 就一直都用這個方式 然後 每天早上起來 我可以先空腹去 用食鮮油2000公尺 哇 對先油 因為我覺得空腹去燃脂 可能比較有效 先油2000公尺 然後再吃那一點點東西 那是真的有瘦嗎 嗯 是會有瘦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 你要維持那個體重 會非常辛苦 嗯 原因是 以前我不知道 我是一直當教練之後 才知道為什麼的 就是因為 我現在也接觸到很多學生是 大家每次進來都吃很少 我每次聽到學生進來就是 吃一千餓 或者吃八百卡 或者吃一千 我就覺得不能吃那麼少 因為你會發現 你剛開始第一次吃這個方式 會很有效 嗯 但是等你之後再一樣 可能你又負胖了嘛 嗯 你再用這麼少的熱量去吃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完全瘦不下來耶 嗯 然後只能維持體重 嗯 然後你想要再更瘦 你可能就會要吃更少 嗯 但你根本不可能永遠吃這麼少 然後最後你情緒就會崩潰嘛 真的 然後你就會抱眼抱死 然後你就又會變胖 然後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以前我都吃水煮 或者是我都吃這麼清淡 我可以變瘦 但是現在這些食道對我來說 好像有個專有名字叫代謝適應 嗯 對對對 代謝適應 好 那剛好就延續到下一題 因為很多女生啊 跟Wendy一樣 都渴望 擁有苗條纤细的身材 但是也是嘗試各種方法 還是失敗 那我們剛剛有聽到了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會有代謝適應 每個人都會有 那這個代謝適應的瓶頸 要怎麼突破 那個核心的觀念是什麼 好 首先我們先聊一下代謝適應 代謝適應是每個人都會發生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當我們社群的熱量減少的時候 身體它不是機器 所以它自己會有個調節的機制 我每次都跟學生說 身體就是沒有要管你要不要變瘦 它只在乎 它能不能夠活下去 它能不能夠正常運作 所以呢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現在要開始減脂 然後你很幸運的 還沒有開始用亂七八糟的方式減 你剛開始要減的話 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熱量壓到太低 我是不建議一開始就從什麼 1200 我覺得太少 我覺得偏少 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要一開始就從1200好了 因為你的身體其實它會適應 所以當你剛開始減的時候 你吃這麼少的熱量 那很快的 這個1200卡對你的身體來說 其實已經沒辦法創造熱量赤字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減脂就是 熱量赤字嘛 那吃一段時間之後 身體會自動調節它的機制 那它會把你的這個基礎代謝率 等等的都下降 所以你一樣吃1200卡 但是現在這1200卡卡 對你的身體來說 已經沒有熱量赤字了 它只能維持體重 所以當你想要再瘦 你是不是會往下吃更少 但是你就會發現 你不可能永遠這樣操作 那有些人就跟我說 那我如果透過更強更多的運動咧 但是身體就是沒有這麼的本 當你已經身體代謝适应之後 它已經知道你的能量不足了 它也會自動去降低 你在運動時候消耗的熱量 哇哦 對 其實我看很多人會用手錶去記那個 就是自己消耗多少的熱量 我是覺得那個就参考就好 哦 對 因為身體它 它其實不是一個機器 它會有自己調節的機制 所以當你今天 你可能身體已經代謝适应了 那它其實也會自動下修 你去運動時後消耗的熱量 嗯 你以前可能覺得 欸我好像 比方說我有氧跑30分鐘 我就可以瘦 欸為什麼我開始漸漸的 我30分鐘我沒有效了 因為你的身體 其實它會自動去适应 就像 嗯 你可能剛開始跑30分鐘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很累 那漸漸的 你去跑30分鐘的時候 沒那麼累了嘛 哦 身體會找到它節能的方式 哦 對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讓自己的熱量壓到這麼低 嗯 對 那 症結的話是透過練肌肉嗎 練肌肉是 然後再來就是 呃通常我們要先看你是 什麼狀況 嗯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完全 都還沒有用過亂七八糟的 減肥方式 一張乾淨的白紙來的話 嗯 呃最好的方式 我會覺得你可以先上網去 算一下你的TTE 嗯 嗯 那大概知道說 欸 我的TTE大概在哪裡 嗯 但是因為那是算出來的嘛 嗯 所以沒那麼準 嗯 所以說我通常會建議學生說 你算算那TTE之後 你可以先招那TTE吃一個禮拜 嗯 然後去看看 欸 你這樣子吃一個禮拜 你的體重是不是大概都維持 嗯 如果是 那這個就是你的TTE 哦 對 嗯 那如果你發現 欸我算出來 我吃 我變胖了 那表示你的TTE沒有那麼高 哦 嗯 所以你就是要以這個基準點 嗯 去呃 修正你的熱量吃吃 但是 如果你一開始算出來 你的TTE就只有1200 其實你現在是沒有扣打 可以減制的 因为 你的TTE就這麼低 所以你現在要做 应该是 要呃 慢慢的把肌肉练起來 嗯 然后慢慢的 我们会说有一个叫做 反向飲食的東西 就是慢慢的 增加你的熱量 让你的身体慢慢习惯 说其实我不需要吃这么少 嗯 对 那这个的目的 我会跟学生说 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减脂 是要让你的代谢 慢慢调回来 你的TTE变比较高之后 我们之后才有空间 再来做热量吃吃 嗯 那有一个数据吗 就是TTE大概多少 是比较正常的 嗯 这个有点难用一个 专门的数字 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体重 跟活动量会不一样 嗯 所以 其实身高比较高的人 他TTE是真的会比较高一点 嗯 对 这是真的 好 那刚刚是关于健身的这一趟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Wendy啊 她本来是公务员 结果后来 跑来经营了个人品牌 所以呢 想要问一下 Wendy 如果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啊 她也有想要出来 独立门户的打算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包括心态上跟实质上 有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先提前准备好的 我觉得如果 不限于公务员 如果你现在对你自己 现阶段的领域 你没什么热情 然后你可能想要跨领域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去学看看 那个新的那个领域的东西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对 对 嗯 因为像我自己那时候 原本是公务人员嘛 那我那时候开始自己健身 我是不是觉得好像还不错 但是很多人就停留在 好像还不错耶 我想要当教练 可以吗 就停留在这阶段了 因为其实我 因为我是公务员跳出来的嘛 所以我很常收到很多人的私讯说 我是公务员 我现在也很想跳 或者是我真的很想要当健身教练 那我要怎么开始 那我跟你们分享 我当初自己的做法是 我那时候就直接先找 因为健身的话 基本上就是四大征兆嘛 我就是先挑一张 然后我先去考 因为我想要知道说 我自己练喜欢 但是我如果在练这些理论的东西 这些比较硬 比较无聊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不是喜欢 那如果我在念这些 我觉得我不熟悉 我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我还是有办法坚持下去的话 那就表示 如果以后遇到困难 我也有办法坚持下去 因为其实我是 我是念英文系嘛 然后我又是公务员 所以我当初就是去考那个ACE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些什么 可能基本的解剖学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能量系统等等的这些东西 或是要去怎么样去做体态评估等等 那些东西其实我完全都没学过 对 所以那时候 我报名之后 我拿到那个书 这么厚 然后字都超小 那时候看到有点傻眼 想说 这个 然后那时候其实默默的很想要 把学费给拿回来 对 但那时候我就想说 不行 我一定要先去试看看 就是因为这是最低门槛 我自己觉得教练拿到一张四大其中一张是最低门槛 那我在就是念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办法去克服那个很痛苦的过程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 我公元下班之后 我就是开始念这些书 然后六日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是有去上课的 六日的时候去上课 然后平日的时候念这些书准备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 真的很想要跨一个领域的话 你要先去试看看那个领域的东西 你要去念看看去试看看 然后试作 确定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因为我已经听到好多人每次都私讯 我说啊我很有兴趣 我想要试 但你为了你的这个兴趣 有没有做出什么行动 而且我觉得那个代价 可能是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多 还有那个投入的时间还有心力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个人品牌吉他教学 我觉得兴趣跟变成职业之间的落差 真的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 真的 那我觉得刚刚Wendy有给我们很好的指标 就是这件事情啊 如果你都可以克服他最枯燥 但是又是最必要的那个part 如果你觉得你是可以 而且也获得一些证兆认可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证兆 用意也不是只是对别人展示 更重要是对自己展示你的决心 对就是你能不能先跨过最低的门槛 因为未来你自己出来做的困难会比这多 非常多了 对我们等一下会聊到这个部分 对 接下来想要问一下Wendy哦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刚刚是着重在实物上的准备 那我们的心态上有没有一些建议 可以让我们去判断 我们已经好像可以出来做我们的个人品牌咯 如果说我把个人品牌当作一个人结案 然后原本的你可能是上班族 我觉得那个差别是你以前当上班族 你就是有稳定薪水嘛 你今天不管做多少 放台风价 没错 每个月1号或是5号 你薪水就准备准时进来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自己个人结案的话 你就要很清楚 你要有足够的自律的能力 真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情绪是要比较稳定的 对 因为自己出来经案会遇到很多困难 嗯 然后如果说可能遇到困难 然后会把自己陷在那个情绪里 陷得太久 然后内耗太久的话 其实 呃 既然现在到处都是 很多很多人都在做 就是你在内耗的话 不会有人停下来等你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自律跟情绪保持稳定 还有不怕失败蛮重要的 就是你要经历过大量的失败 然后你才有机会离成功比较近 所以失败我觉得是基本配备 就是你要有可以承受失败那个抗压性 嗯 没错 我非常的认同 嗯 那想要问一下Wendy 你是不是有遇过一些经营上的低潮期 那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好 我先分享一下 我一开始刚从公务员要转教练的时候 嗯 刚跨出来的时候完全没学生 哦 很惨 哇 完全没学生 我那时候 呃 有先找到一间工作室 嗯 但是呢 就是我已经有学了一些专业了 但是我完全没有学生 然后每个月店长就是会pass一些案子 跟你去谈 你完全谈不起来 然后那时候很惨 就是那个时候 一个月 有一万块吗 反正就没什么钱 嗯 就是完全都没收入 嗯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没办法 就是还是有去打一点工 就是做那种 就是 呃 实心的工作 就是先让自己度过 然后那时候因为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嘛 因为公务员已经辞掉了 所以我就跟自己说 好 不管怎样 就是一定要把它做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那个时候开始经营这个社群账号的 然后那时候也是完全不会做 呃 先去看一下别人的账号都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其实呢 很讨厌听到人家说 可是我不会啊 嗯 可是 可是我不会 对 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没有经验啊 对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今天 你真的很想把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 你会自己去找方法 没错 你会自己去找老师 嗯 然后你会自己找资源去学习 所以其实我是很不喜欢人家说 可是我 我不会啊 我没经验 我觉得你 你应该是要先去尝试 然后先有做 做了之后 有些数据 有些样本之后 可以再用这些数据跟样本 去请教会的人说 我现在已经做了这些努力了 那我还可以再做哪些东西 把它优化的更好 嗯 刚刚你讲的是 一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 遇到的低潮 那我记得后来 好像我们有遇过一波 新冠疫情 对 那那个时候 有没有波及到你 我那时候 刚开始是先到工作室当教练 嗯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想要自己 自己出来做 嗯 就自己当自由教练 然后在我跟 我们店长谈完离职的时候 我记得是 四月底吧 他就说好 那我们就做到四月底 然后五月马上就遇到三级警戒 天啊 对 你的人生好多挑战 对 然后健身房就全不关 嗯 就是你想就是 哎 大家健身那么久 也没有遇到什么时候 是健身房全关 嗯 然后那时候想说 哇 也太幸运了吧 就是 想了这么久 嗯 好不容易跟店 因为其实那时候要 要跳出来是想很久 然后想说 哇 这个刚出来就 马上就 就三级警戒 但是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还本身 就有一些学生 有在上课了 嗯 所以虽然说 呃 那时候遇到三级警戒 但是我那时候蛮快的 因为其实后来很多教练 就开始出视讯课了嘛 可是 我的观察是 大概可能都有 可能两三个礼拜 或是 或是一个月后 但我当下是 马上就打开电脑 想说 如果三级警戒 要持续一段时间 学生还是需要运动的话 用什么方式 他们可以接受 然后我马上就先 问了几个学生说 诶我现在有这个 视讯课程的方式 然后马上 把电脑跟 呃如果学生要上视讯 看他们需要哪些东西 就先跟他们讨论好 然后就给他们一个弹性说 我们可以先试上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方式 我们才开始收费 嗯 这跟我很像耶 对 我那时候也是用这个做法 而且我也是超迅速 对 就是不能脱 真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嗯 还还算OK 因为其实三级警戒 那时候就相对 比较没有影响到 但是其实蛮多教练 在那一波 其实就阵亡了 嗯 对 诶现在这个线上系统 也是你那时候开发的吗 呃不是 我那时候是完全的 Live的 视讯Live 哦 对对对 所以现在是完全就 又是另外一个 又是另外一个 对 好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 我就是Wendy教练的 学生 对 然后这套系统我发自内心的佩服 嗯 很适合像我这种 呃需要大量弹性 时间跟空间的人 但是又想要有成效 嗯 用这套我觉得真的 我已经学了一年了 嗯 是真的可以持续 然后又有稳定进步 因为我知道个人品牌 真的要做到面面俱到 除了是你自己的专业技能 必须持续的精进之外 还要学习一堆新的商业相关啊 他经营相关的技能 那这之间 该如何去做时间上的分配 才能够兼顾呢 我其实也没有分配的很好 嗯 但是我觉得 呃能量的部分 能量管理可以关注一下 哦 我觉得这观念很好 可以大概讲一下 什么是能量管理吗 我自己是 我大概会知道 我在什么时间做事 我是比较有精神的 没错 所以比较难的事情 会先放在那个时间做 然后有一些比较琐碎 不需要那么耗恼的事情 我可能就尽量 因为像我是 晚上我就比较 比较没办法处理一些 哦我也是 对 所以最难的事情 或者是很大project 就一定要放在早上 嗯 先做完 然后比较 所睡比较routine的事情 就放在晚上去做 所以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 呃 像我说学生进来 他就会说 我要养成运动习惯啊 但我就不行 怎样怎样什么 我会跟学生说 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你先帮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我一个礼拜 我们先从运动两次 嗯 就好 嗯 那如果我要运动两次 我这个礼拜内 有哪两天 我是比较有可能运动 因为 你如果有去观察你的生活 如果是上班族 你一定会知道 比方说有几天 可能公司会比较容易开会 你那天可能比较容易加班 但有几天 你可能是可以比较准时下班的 嗯 那如果你已经知道 你就把那两天拉出来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两天是我要运动的 那你在工作上 你就要可能尽早去完整 然后去把它做完 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借口 因为我觉得两次是很低标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 能量在什么时候是 做事比较有成效 但什么时候就是 比较没成效 如果你就已经知道 你晚上就是会没有 没有什么体力 或是没什么精力 处于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就不要故意 白天的时候 一直就是东摸西摸 然后拖到很晚 然后最后一刻 你就说 啊好累哦 今天没办法 那大概明天吧 然后你就会发现 诶我今年跟年初 好像都没什么进步 这边也跟大家 补充分享一个 我这边的经验 就是因为我有学生啊 是真的是那种 哇塞 他工作时数是比一般 正常上班数 还要长时数的 比如说从早上九点到 晚上九点 甚至十点 就是在那种 比较知名的 大公司工作 但是他还是持续 跟我没做上课哦 而且他还真的有练哦 我超惊讶 我想说天哪 你到底哪来的时间练习 他说 没有啊老师 我就是早上上班前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 好像精神比较好 状态比较好 所以我就是练个半小时 提早起来练 然后就这样 我也没有练很多 所以我很认同 刚刚温迪讲的能量 管理的部分 然后刚刚这个案例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时间被绑定 在一个公司的上班族 也不代表你不能 做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是一种实验啦 你去实验不同时段 去健身啊 练吉他呀 哪一个时段都来讲 他的效率是最好的 因为练得长 不代表练得好 练的品质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想要问一下文迪哦 一直以来啊 你真的很努力 那是什么 让你可以坚持到现在 我觉得应该是 我是抹羯座吧 对我相信 然后你有说 你的学生几乎都是 图像星座 对就是图像星座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我还蛮容易会觉得 为什么我做不到 就是会有一点 我会想要看看 如果这件事情 我真的用尽全力做了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想要知道 自己的潜能的极限 对 然后我很常 就是比方说 做一个东西失败 我知道我的个性 我一定会碎念一下 但是 我大部分 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说 啊碎念完 等一下你还会继续做 就是 就是应该是 怎么坚持到这里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 我不甘心就只有这样 哦 对我觉得 尤其是因为 我之前受伤 蛮长一段时间的嘛 我就会觉得 人生是要拿来 体验跟实验 嗯 所以我会想要看看 哎 如果我换这个方式去做 或是我 我做了这些努力 我可以走到哪里 但是也不见得 因为我现在心 心态转换蛮多的 以前可能就是 呃 一直冲冲冲 但是 现在我会觉得 换一个心态 是比较佛系一点 但是 每天该做的事情 还是去做 但是我会想要知道 呃 这样小小累积下来 嗯 会可以有什么成效 嗯 忍不住想要延伸问一题 是什么会让你有 这个很大的心态的转变 因为我知道 对摩羯座还是说 特别不容易 哈哈 因为我后来发现 有时候你得失心太重 其实 不会效果比较好 没错 对 我前一阵子 好像有一样的生命经验 我现在有点也是 佛系的去经营 所有我很在乎的事情 然后 对 我觉得它算是一种 臣服的练习 如果 我们 太过度的规划 太过度的要求 别人都照着我们的期望走 我觉得这时候 生命反而会给你 一个很大的功课 全部都不照你期望走 你就必须学会放下 跟信任 呃 宇宙还有自己的 运作方式 我觉得 呃 我们的佛系 也不是说就不做 我对每一次用尽全力 但是结果就 嗯 保持平常心 因为那是我不可控的东西 没错 对 那因为我以前会很容易纠结 在这些不可控的事情上 我懂 对 所以就会把自己 搞到超痛苦 那如果这件事情 我就是要做啦 那我何必弄得压力这么大 真的 对 好 那想问一下 问地接下来有哪一些 人生或工作上的规划呢 呃 因为我现在主要是 线上教练为主 嗯 所以之后 应该主要的心力 都会是要在线上的这一块 对 所以如果说 诶听众朋友 有一些女生可能是 有想要健身 但是可能害怕去健身房 或者是说 诶你已经健身一段时间 但你可能看不到成效 又或者是说呢 你可能 呃 有上过实体教练课一段时间 但是 呃 你可能缺乏自主训练的能力的话 那我的线上一堆这一块 也可以帮助到学生 嗯 对 像我自己就是 在找问地前 我是真的是找实体的教练 对 然后经验就没有很好 而且会让我开始很 抗拒健身 嗯 会一心想要健身 我就压力很大 然后又没有成效 那时候大概试了半年 又变超胖 然后没成效 哦 我就真的是觉得 天啊 我到底在干嘛 然后后来 我觉得是因为 Wendy教练她自己有一些 个人惨痛的经验 嗯 所以她更知道怎么避泪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还是女生懂女生啦 对 因为之前的教练是男生 这个 对啦 就是 嗯 每个人的 呃 看法会不一样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女生可能会比较知道 女生在意的点 对 然后也知道女生 会遇到的一些 瓶颈 对 然后外加 因为我受过伤 所以我其实 呃 其实我动作 你也知道 我就是调到超级细 就是有时候细到 有时候学生会觉得 没有 但但我 我享受这种 有点痛苦的 的成长感 哈哈 就是图像 因为我也是图像星座 对 但是 诶 你就会觉得 诶 你看到学生 刚进来的时候 是这样 到现在是这样 有时候我都 自己看了那个 我会觉得很开心 真的 对 所以如果你是 呃 想要 比较时间弹性 但又有成果 而且Wendy是真的 一对一帮你挑哦 嗯 而且是 非常的 密集的 照顾 关心你 对 客制化的照顾 我觉得是好的 如果你是真的 想要转变 我觉得就可以找Wendy 嗯 那如果你 你只是想玩玩 哦 对啦 因为我 那就算 哈哈 如果你只是 你只是想要 试试看 我觉得 诶 说不定你也可以 先试一记 嗯 那如果真的觉得 不适合你 那都可以再讨论 因为其实 Wendy她有她的坚持 但是她在弹性上面 她也 刚刚她说完嘛 她有一些转变了 她变得比较佛系一点了 对对对 对啊 所以 好的 那最后想要请 Wendy用一句话 来分享你的 女力精神 嗯 应该是 你所想要的生活 都在你不想要的 改变里面 哇 这句很棒耶 对 金句 这是我最喜欢的 哦 这是从你 学生里面 观察到的吗 嗯 应该是从我以前 到现在 然后外加 我现在看了 好多好多 学生的转变 嗯 我就觉得其实 不是做不到 就是 你们需要 跨出那第一步 然后开始累积 那一些你觉得很不起眼的改变里面 我简单最后再补充分享一下 嗯 我跟Wendy建设的小历程 真的没有跟Wendy讲过 但以前 没有 我一开始超痛苦耶 我是说实话 一开始真的 包括线上 你要自己录音啊 嗯 然后那个 一开始看影片 然后有讲解 我都看得很细 但是那个资讯量 真的太大了 哦 对 对你没有经验的人来说 但是我就觉得 本来就是 哦 你就是一种选择嘛 如果我要弹性 那 现在这个模式 它确实就是又弹性 又可以帮助到我 又客制化的帮我改动作 那我就要去适应这个方式 而不是 全部都抱怨 然后什么都觉得 什么都不适合我 那你就永远不能改变 所以 我必须先说 我一开始的阵痛期 是很强的 但是我也必须说 在我后面慢慢 抓到那个节奏 掌握 掌握那个动作 然后是真的发现 诶 越来越上手耶 什么一下随便调 然后都可以被教练说不错 然后就觉得 对 就是很有 过了前面那个 过了那个卡 就很快 对就很快 所以我觉得是 任何的改变 它一定会有成长痛 因为你就是在成长 因为其实好像每件事情 我后来觉得 就是都一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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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觉得是 我们在心态上啊 一开始就不要有 太不切实际的期待 嗯 嗯 其实反而可以走得比较远 对 嗯 好 所以 非常感谢今天 温迪跟大家分享 你的健身之路 谢谢 我第一次听到你前面的 你的那个 生命的受伤故事 我之前就有看到你IG 可是我不知道原来是 这么的刻骨铭心 这么的 这么的沉痛 嗯 对 那也很开心 很感谢你 当初有 走过这一段日子 嗯 让我们现在有个 这么好的教练 可以陪伴 谢谢 谢谢 好 那 我会把 Wendy的IG 放在下面 嗯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去 呃 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周三 会继续陪伴大家 度过每周三的 女力充电时光 那我们下周三见咯 拜拜